大家的前提是覺得我們會撫拍 但是其實我心裡是沒有這個打算的 你要叫我們再回到那個場景 去接續我們沒有完成的任務 是很大的折磨 影集出勇日前在補拍畫面時 發生攝影師收音師墜骨雙亡的意外 17日閻曉倫出席公益活動 還原六天前的事件仍然歷歷在目 哇 已經六天了嗎? 已經六天了 很多人跟我說 哎 你不要管那麼多 你不要去看那麼多 但我覺得命運就是這麼 奇妙的一個安排 就讓我 這麼近距離的去體會一件 這麼 難受的一件事情 我一直相信一句話 天槍大任於私人眼 嗯 那我不知道我到底 能做到哪裡 但這件事情已經是引起 不單單只是業內的人的關係 所以 包括昨天有很多的單位 相關單位被質詢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他們都是願意去做改變的 嗯 你那天發那天文單寫了多少 沒有多窮 我其實是一直在等待 有人先給一個回應 但是我發現 都沒有人出來的時候 我覺得 身為這部片的男一 你也是在所難免的 會被 焦點 轉移到身上 那還不如就老老實實地跟大家交代一下 到底我的心情是什麼 好讓大家有一個 理解 嗯 所以大概只花了 十分鐘 十五分鐘 其實我跟各位說 因為這件事情 對我們的 當天工作的人來說 是非常可怕的 你是 會覺得說 在那個地方我也 剛剛才在那邊拍完戲 所以我首先想照料的是我身邊的 工作人員的心境 那因為我有一些經驗 所以我會當下立即先把大家聚集在一起 其實當天就是我們的這一組人 跟愛妮的那一組人這樣 那當下我們就是 一邊吃一點東西 然後一邊 把自己的心情先鎖出來 這樣 所以我跟各位想那天晚上我們是 心情是很不穩定 你喜歡那天 掉鋼絲嗎 對 他有沒有分享 那個時候他有沒有說哪裡 對不對 其實 照著計畫來說 當天是沒有需要動到 用不到 鋼絲跟微壓的 嗯 所以這個是 你說他到了現場才知道要掉鋼絲 嗯 他還是掉了 這就是壓力 這就是 很多的無奈的開始 所以他的情緒還好嗎 有愛妮 愛妮啊 一定是不好 我覺得現在最不需要的就是 責備譴責 或者找犯人 因為我覺得我已經 講過了 然後我們現在的step 就是已經要去做 真正去研討 怎麼樣去幫助這些比較 聲音沒有被聽見的人 所以你大概要覺得 等到他們組組成要翻 你才會因為副牌 大家的前提是覺得我們會副牌 但是 其實我心裡是沒有這個打算 因為我覺得第一 工作人員的心情是難以平復的 第二你要叫我們再回到那個場景 去接續 我們沒有完成的任務 是很大的折磨 所以目前為止 我關心的只有我們怎麼能夠去 幫這些人發聲 那你有跟那個兩個人在交流嗎 但是 他們有透過臉書的留言來 我不知道怎麼 我不知道謝我要幹嘛 但是他沒有表達謝謝 但是相對來說也是一個 蠻沉重 但我也甘願背起來的壓力這樣 嗯 挺不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